也不用客气的 不用客气的 妈 你点吧 这家店你常来 点吧 点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林肖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又考了雅思 是准备出国留学吗 没有 雅思是老师建议我去考的 那学校给你推荐保送了吗 推荐了 不过不是我想去的学校 反正参加高考都是一样的 也是 以你的成绩 这到时候大学还不是随便选啊 你们这三兄妹真的是太优秀了 我听月亮说李建坚 你那个木雕获奖的呀 太棒了 你是跟什么老师学的 我就是在那种雕刻论坛贴吧里面 他们有好多大神都特别厉害 他们会上传一些教学视频 我就是在网上学的 网上学的 那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比赛了呢 我没有想到啊 那就是我自己 雕的一个小玩意儿 我是给我哥玩的 然后我哥就拿去参加比赛了 你哥呀 我们家今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很有艺术天分 如果有作品获奖的话 容易被特赵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 以后都去北京读大学了 带着我考不考得上厉术啊 艺术类的分数低 你肯定没问题 那贺子秋同学呢 你准备考什么大学 我呀 就是 文明大学或者交通大学吧 交通大学吧 这样以后你毕业就去指挥交通 交通大学指挥交通啊 这也太大财小用了 我们月亮呢是想当律师 准备报考政法大学 这以后你们都离家挺远的 正好互相照顾照顾 可以点菜了吗 可以 要一个水煮肉 牛肋排 焦香茄子 你有什么推陷吗 那个 每次让你点菜 就这老三样 这么多人一块儿吃饭呢 你就不能先问问 人家有没有忌口 没有忌口 没有忌口 我们什么都吃的 这样 去掉那个水煮肉 你们家的鱼今天新鲜吗 都是上午刚到的 那就换成水煮鱼吧 整条啊 我要看见鱼头 是 你们家的这位虾怎么样啊 您可以去水煮箱那边挑选 今天上午刚到的海鲜 行 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吧 那你们先聊着 阿姨去点一下菜啊 好 我妈就这样 要求比较高 我怎么不知道 你想要当律师 我都不知道我想当律师 是我妈想让我当律师 你先让我当了 幸亏咱们爸爸不干涉呀 胡说什么 连天请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这不是菜还没来呢 堵不满 我先让你吃饭 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一直看着那个贺子秋干什么 谁看他了呀 他就坐我对面 我还不能抬头了呀 我就随便问一句 你急什么呀 最近天天对着镜子仗 不要太在意外表了 你要是像人灵霄一样 能考个全年级第一 走在夜里你都会发光 灵霄也没发光 还顶碎 你想什么妈都看得到 而且这是什么小心思呀 还蝴蝶结 行 快过去吧 晚上早点回家啊 注意安全 爸再见 哎呀 人家的孩子 哎 行了 早点儿了 拿上来吧 行 退下来吧 行 退下来吧 我跟你说啊 等这盐消了之后 把牙拔了 你这老反反复复的 也不是个事 那我明天能不去上学吗 没事 我再说 我再说 烧死我吧 疼死我吧 让包方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扫消了 你爸给你的 我爸 是 谢谢 贺子羞 我抄了课堂比基尼呢 赫子羞 我抄了课堂比基尼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